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9月13日 星期二 今晚8時半 香港時間 我們有直播的 上星期因為視網關係 沒有一節直播 今天就跟大家做回了 希望跟大家多點互動 大家進來踴躍留言 我們也會盡量回答這個checkroom的留言 大家可以 所以就跟我們聊聊天 討論一些話題也可以 因為我們有時候 覺得以往就這樣做 其實也差一點 我覺得 跟大家互動的 效果可能好一點 而且 很多時候我們節目裏面有些內容 有些大家不明白的 又或者 大家覺得不如可以在 直播環節大家多點討論 尤其是最近 習近平的問題 二十大問題 俄烏戰爭等等 當然經濟問題 或者賣樓問題 大家也可以拿出來研究 這次相片跟大家說一下 我在網上看到一個post 關於 香港人 去到英國 被指是做租霸 整爛了裏面的東西 又以為要扣案金 結果 被人家 最極的 被人家親身回應 逐點反擊 雙方 各執一遲 網民後來看清楚整件事 說可能是這個業主惡人 先告狀 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 其實 英國會有很多問題 尤其是 業主是隔山買牛 我們跟大家 詳細說一下 在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近年不少港人移民英國 最重要的是 住的問題 我們自己很明白 因為我們 來英國首半年 基本上住了半年的 B&B 我們可以說 由倫敦 住到上蘇格蘭 B&B 玩家住到上蘇格蘭 他住到上蘇格蘭 這是尼斯湖的地方 我們住了幾天 我們在那邊了那裏 もう住 我們出也是很多經驗 萬城也住過 利物浦過 八靈漢 连敦都到處 最後 我們選擇克Go 克 Bayern家 因為克國那價錢便宜 買回來 買一間 其實是在香港賣一層樓 賣三間 甚至乎賣四間 租屋的問題就是在這裡要有Credit Check 任何人 你要過一個 類似的 差不多是 替你租身家之餘 還要查三代 查一下你有沒有工作 如果你在英國沒有工作 基本上業主也不肯租給你 你說你很有錢 你就給一年租 甚至乎兩年租 所以 在英國租樓會遇到很多問題 最近黑池告訴我 容易了很多 因為大量的香港人 跟我們進去黑池 看到很多香港人來租 而且 業主也覺得你們香港人也OK 所以 很多時候 相對在租樓方面容易了 按金也給少了 不用說給一年 給半年 有些業主好的 給兩三個月就搞定 即是按金 所以 現在那邊租樓相對容易了 當然我們酒店也是提供一個比較便宜的價錢 給大家暫住 很多時候你來到甚麼都沒有 租一個月 給你們去外面找樓 其實是很好的 當然我們價錢也是收得很便宜 收回成本 不用怎麼虧就算了 不過最近的電費 大家也知道這很重要 所以 都要被迫住 用客 租客 攤回電費 因為去年我們試過有一座酒店 連續三個月 每個月是1700磅 沒錯 大家也沒有聽錯 是1700磅電費 即是1700元 收賣的租都不夠付 每個房間才會付 每個房間才會付三四千元 收賣的錢也不夠交電費 那幾個月真的有麻煩了 每個月要虧本 連其他地方的 收賣的租都要貼下去 因為還有 council tax 水費也是幾千元 水費也是幾千元 因為有這麼多人用 水費也是幾千元 水費也是幾千元 電費也是17000元 你想想多少錢 這個問題當然 多人住 當然有很多問題 然後 我們說一個個案 他就說 有個業主 在Facebook分享自己遇到租霸的經歷 指責港人租客令到單位嚴重損壞 當大家都為業主抱不平的時候 租客逐點回擊 最後 網民說這個業主惡人先告狀 究竟是不是呢 單位多處受到破壞 一個居港的業主 首先是Facebook 業主也是香港人 提示各個在英國的業主 在出租單位的時候 日晨選租客 以免遇上租霸 因為他出租的單位 多處受到破壞 包括鐵閘 水喉 磚牆 還有床褥 他說租客自稱單親媽媽 並主動要求他出租英國民業 租客就說被人冤枉的 他是隔山買牛 還沒看藥就簽約 還沒看藥就簽約 找人代他幫他租 這是很危險的 因為你不是親身看過 看照片 很嚴重的 因為 裝修佬的手工很差 地腳線全部都分開 他們用一枝針 全部都是要重新 做過的 那些窗簾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住過那麼多間 B&B 我們很有經驗 窗簾 你不要那麼大力拉 整個框 他們 只是用兩眼螺絲雙著 甚至乎兩眼鐵釘釘著 你一拔就掉下來 整個 浴簾也是 洗澡浴簾一拔就掉下來 基本上是告訴你那個裝飾 放在上面 我們住過超過10間B&B 九成都是這樣 所以 看照片很嚴重的 然後每一間屋的地板都不平 任何一間屋的地板都不平 不論新樓 新入伙 我們租過一間屋 新入伙 只有我是第一個居住的 那些地板一下了一場雨就立即拱起了 好了 繼續說回鐵文 鐵文說 引起熱烈討論 更引來租客親自回應 租客說自己透過網上 不相識的網友介紹之下 就聯絡到香港業主 由於業主一家短期都不會英國 於是物業控制了就先租給他 租客考慮到單位的地點和女兒的校子相近 租金合理決定 以包駕駛形式簽了一年死約 該業主 該業主自稱隔山蠻牛 屋內實際情況 業主本人也不知道 兩個都是隔山蠻牛 另外 業主又表示自己沒有收到通知 將收到的按金 按照英國規定傳入政府指定的按金保障 服務 因為 你收到的按金 要放進去 以防有甚麼問題 好了 租客抵達家後 發現屋內衛生環境惡劣 整個屋的牆都有蜘蛛網 谷路有食物殘渣 租客花了10天時間搞清熱 並主動通知業主屋內衛生問題 加上業主只是隔山蠻牛 事遲不知道屋內真實情況 租客到訪後 業主曾鼓勵租客做多幾次清熱 租客也要單純收 經過一輪大訴訪之後 租客終於可以安頓下來 但他估不到 被無理要求 賠償三次 住進去的時候已經很嚴重 其實他一入住房子 收樓的時候就應該 因為沒有跟經紀了 所以就麻煩多了 因為沒有人承擔責任 業主要求他 賠償 說他弄髒床褥 弄髒床褥盤 水龍頭撞爛了門閘 租客承認跟駕駛技術不好 就撞爛了門閘 同意扣案金100英鎊 其他指控就沒有承認 但同意分別扣除案金100鎊 60鎊就是藏褥問題 水龍頭賠償 希望適時靈人 為甚麼肯賠呢 是不是真的弄髒床褥和水龍頭呢 各有各說 賠償二 租客在業主的要求之下 曾經多次在業主日檢查浴缸有沒有漏水 其實不用檢查 英國的浴缸百分百漏水 廁所也會漏水 因為收工很差 我們剛剛黑池 我們整個城洞有一個酒店 反省的地方比較近 那個是市區 整個城洞翻新 所有的這個 水龍頭 全部都是有問題 接得差 然後 浴缸 大部分的棋缸和浴缸 全部流水 下面 很流的 流得不得了 而且沒有造防水 所有的這些去水位 全部沒有造防水 天花也是沒有做防水 那些牆身 全部都是滲水的 我們幾乎整個屋子要拆掉它再建 每一棵牆都要重新剷掉所有東西 牆紙全部都 煤了 地板 全部都是凹凸凸凸的 一下雨 滲水的很大 我們除了四棵牆之外 那個框 我們都建了 什麼都搞定了 重新來過 站桿全部重新做過漏水 所以呢 這個問題 未必關他的事 因為那家屋本身 已經是這樣的 原因是 請裝修好樓 要不然 怎麼有生意做 幾年應該要裝修一次 好了 他說 他業主 自費 收你水龍頭三次 每次都被人找笨 但最後都是要整套發散系統換了 期間租客沒有提出任何更換發散的意見 自己疫情中受惠三個月 本英打算是1月底英業主 由於一直都 由租客協助網上購買 約師傅安裝全新發散系統 由於水龍頭並非原裝 駁維導致出現鬆脫 因此業主一口咬定了 租客弄難 租客反駁 鬆調門有影響使用 亦沒有漏水 他表示有關安裝和維修 不是因為他的損壞所指 對此很不滅 第3 裝WiFi至到長身損位 要扣起按金 業主提早四個月收樓自住 租客在驗收前 更加細心打理一番 但在安裝WiFi天線上 租客事前得到業主同意的情況下自己安裝 不過 就在驗收當日 業主發現長身裂了 因為按照WiFi 天線而損位 要求租客拆除和補償 又說會扣案金 任務法律追究 由於業主租客雙方都各執一遲 整地都是發生 但當了解事件後 網民更加願意相信租客 認為 業主也挺後面皮 人家好心把垃圾缸打理得似無似樣 沒有付錢 人家還好意思要人賠錢 還想說香港人幫香港人 找一個租客回來 打點新屋 方便日後住 不過有網民也知道租客隔山買牛十分不至 就說 萬一去到沒有屋住 貨不對品怎麼辦呢 有人在外地更加要小心 這個絕對是 下次經過A準租屋 很少問題 而業主私藏案金的行為 網民就說可能要去counsel 投訴他 最好報稅是說 英國物業收租沒有報稅 香港人就最喜歡刺人背脊 每個人都喜歡刺人 其實 之前曾經在曼城 有一個手足 據說是手足 工作態度不太好 做一個星期 隔天就像是回消防家那樣 人家做飲食 搞不定人手 一路之下就解僱了他 他懷人在心 稅谷舉報業主 這件事其實不知道真是假的 不過 在曼城周圍都是傳到白命漢 伦敦 伦敦 幾乎所有的做餐廳的業主 老闆都收到 千萬不要請香港人呀 刺死你呀 搞得很多香港人就找不到工作 這件事 其實也搞得人心惶惶 究竟是真還是假呢 我們不知道 不過 如果是的話 也很糟糕 搞得很多香港人沒有工作 因為他們說那些是藍絲來的嘛 有誰不是藍絲呢 這裡的老闆 除了曼城樓 你有沒有告訴我 有另一間黃店 我都沒聽過 有另一間黃店 那間間也是藍店 你去打工 那你是不是要尷尬死他 沒有可能這樣做 因為英國 其實很多人都是藍的 每個人都看TVB 每個人都受洗腦 根本就不知道真相 我們再說回這個租屋問題 根本中國就不應該隔山租樓 因為 除非你是新樓 但是新樓也是有很多問題的 新樓我們租樓 我們當時說了很多問題 水喉 那些花災的弱度是新樓來的 好像蛤尿那樣 叫他整 沒有的 沒有人來整的 叫他加大水壓沒有的 沒有人來整的 然後 地板一會下雨 全部都拱起了 踩不下去 不會平的 很多問題 那些地毯 每天都要蓋的 自己蓋的地毯 質素很差的 所以 大家要自己看過才行 我建議要很小心 因為 租樓也好一點 買樓更加 裏面有很多問題 因為這邊的裝修師傅 其實他們 手工很差 有租工的人也很有經驗 我們經驗多得不得了 現在我們黑池 其中一座酒店 就要進行 翻新了 即是第二座 第一座就翻新了 現在就要搞第二座翻新了 因為座座其實也有這類問題 要重新搞過了 那些房樓 廁所一定要重新撿過了 那個棋缸 一定是沒有做房樓的 全部有問題 然後 牆邊滲水 地毯也有換過 因為很多位置凹了 全部都很大問題 這些真的是經驗之談 所以 究竟誰有問題 其實也不知道 今天要跟大家討論一下 最好 租屋之前 拍好相片 拍好影片 記住 這次時間我們先說到這裡